北纬三十度在这条尾线上充满了许多谜团,例如被认为神秘失踪代名词的百慕大海域,传说中的大西州沉默处,令人费解的示身人面相都分布在这条尾线上。 中国的百慕大,中国大陆也有神秘区域位于北纬三十度,颇阳湖就是其中之一,由于时常发生的奇异现象和失踪谜团,也被称为中国的百慕大。 有大陆专家表示,这些区域存在着异常空间,位于江西省的鄱阳湖老爷庙水域,千百年来,这片水域一直是米一样的地方。 据记载,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的近三十年间,这里有两百多艘船只沉没,其中包括载重两千多吨的大型日本船只,先后有一千六百多人失踪,有幸生还但被下风折不下三十人。 当年的《民国日报》和《美国的旧军山论坛》都曾进行过报道,据江西省九江市海事部门以及都昌县制记载。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,从松门山出发的一条船只北去老爷庙,船行不远便消失在岸上送行的老百姓目光之中。 至今不知踪迹,始于人下落不明。 1985年3月15日,一艘载重250吨,便耗饶击41838号的船舶,凌晨六十三十分许。 在老爷庙以南约三公里着量中沉没。 同年8月3日,江西进行向航运公司的两艘各为二十吨的船只。 在老爷庙处先后葬身湖底,同一天中,还有另外12条船只在此处失联。 这在世界沉船史上也是罕见的。 1945年4月16日,清华日军一艘2000多吨的运输船神户丸号装载着抢夺搜刮的金银珠宝、古丸字画等,准备从颇阳湖下行出海运回日本。 可是当这艘船行驶到老爷庙水域时离气沉没,船上200多名日本官兵全部沉入水底。 无一生还,日本海军随后派人打捞。 但下去的潜水员中最后只有一人回到岸上,而这个潜水员上岸后惊恐弯状。 一句话也不说,已经精神失常。 1946年夏天,美国当时最著名的潜水打捞专家爱德华波尔应邀打捞这艘日本沉船,可连续工作了几个月,结果却一无所获。 而几名潜水员也神秘失踪了。 40年之后,爱德华波尔把当年打捞沉船时的密文讲了出来。 事后,我经过多次测试,才明白魔鬼三角处于北纬30度的危险水域。 这是令世界探险家都感到可怕的数字。 老爷庙水域的中国百慕大称谓由此得来。 据当地渔民说,老爷庙水域时刻暗藏杀鸡,风平浪静的湖面上会毫无预警地掀起大风大浪。 船只遇到这种情况时必成无疑。 更不可思议的是,据说事故水域的平均水深只有18米, 但探测人员几乎很少在水底发现沉船遗物。 以及遇难者的遗骸,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